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有朋友在问在15万内能够落地的SUV有哪些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15万内能够落地的一些比较火的SUV车型 首先第一款车型就是我身旁这台车 长安CS75plus 这款车是全新第二代的车型了 在整个外观颜值方面的设计确实相比它的老款车型进步了很多 两侧的大灯与中网相连并采用了一体化的连接 中网的设计采用了纵向布局的设计风格 整个看起来非常显得犀利 全新第二代的车型相比较于老款车型 在价格方面是上调了7000块钱 这也很正常 主要是在三大件方面有着很巨大的改动 这款车官方指导价是2.49万到15.49万视角区间 在售有6款车型 2021年长安CS75plus总共拿下274742台 上个月又拿下了22811台的销入量 那么这款车型主要选择哪款车型呢 入门的车型罗列大概是在14.2万左右 个人比较推进它的次低配版本车型 次低配版本车型罗列大概是在14.7万左右 比入门的车型贵了5000块钱 但是在配置方面增加了14项配置 而且全新款的车型采用了长安蓝金的N1系列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再加上8AT变速箱 老款车型是6AT变速箱 而且动力调效 重新调效了 能够达到188匹马力 300牛米的动力总成 作为第二代的车型 不管是动力的匹配 还是8AT变速箱的加入 以及配置的提升 都让这款车再一次在市场当中火了起来 第二款车型是传奇奇S4plus 这款车在整个外观颜值方面相比较于它的老款车型来说 确实显得更加年轻化 特别是纵向布局的中网造型 给人的感觉显得特别具有动词性 这台车在目前市场当中也是备受很多朋友关注 官方指导价是2.68万到14.98万手脚区间 入门级的版本车型落在14.3万 但是并不推荐 只要选择它的次低配星辰版本车型落在14.9万 比入门的车型贵了5000块钱 配置方面增加了12项配置 它在动力方面匹配的是巨浪动力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6档自动变速箱 还是169匹马力 对于一款紧凑型SUV成型来说 动力方面是比较充足的 当然这款成型它也包含了它的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2.0T版本车型在动力方面能够爆发出252匹马力 这款车长4710毫米 着距2710毫米 这款车零百加速最快在7.5秒 在整个内饰方面 它的整个档次以及在设计上 还是比较具有年轻化的全服势的设计 也让这款车型能够符合现在主流的一些审美 第三款车型是比亚迪宋Plus DMI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它这个是一个超混版本的车型 而且在性价比方面表现也都是属于比较不错 毕竟差点是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在目前来说它并没有购置税 这台车在2021年总共是拿下73537的销量 上个月又火爆了22375台 虽然说全系的车型在价格方面全部提升6000块钱 但是这款车依然卖的非常火爆 官方指导价15.28万到20.58万的售价区间 它在训航方面依然是保持两款 51公里训航以及105公里训航 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 在选择方面的话 大多都会选择它51公里训航的 51公里训航版本的入门级车型落泪在15.1万左右 110公里训航版本车型落泪大概是在16.6万左右 这款车作为插列车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很明显它有着非常出色的燃油经济性 匹配两款动力总成 一款是1.5升的车型 一款是1.5T的车型 都是属于专用混动的发动机 1.5升版本车型0百加速7.9秒 1.5T版本车型0百加速5.9秒 百公里综合油耗4.5升 在动力方面匹配的都是磷酸铁锂电池 比亚迪宋Plus的DMI这款车型 在整个空间以及内饰的做工配色方面 其实还是属于非常不错 有着较高的档次性 相比较于合资品牌20万级别的车型来说 其实国产品牌在内饰方面的造诣比它们更高 第四款车型是哈佛神兽 这款车在上市之后就备受很多朋友关注 第一次亮相是在2021年上海车站上 当时还是属于概念版本车型的 这款车目前已经全面上市了 官方指导价13万到16.7万 在上月总共拿下4598产的销入量 入门级的车型落里大概是在14.7万左右 它的2.0T版本的入门级车型致响满 落里大概是在16.6万左右 这款车在整个外观颜值方面的设计 确实要比哈佛系列车型 其他的车型显得更加漂亮 整个的造型也是显得特别运动 而且定位也是偏于一款中型SUV 车长4780毫米 轴距2800毫米 虽然说定位是紧凑型 但是这个车身池已经无限于 接近于一款中型SUV 要比很多合资品牌的中型SUV车型 已经要大了 哈佛神仲这款车在整个的 内饰方面的设计 确实也是显得比较年轻 而且在配置方面比较高 像ABS防暴死 制动力配备 刹车辅助 驻车雷达 倒车影像 等等 配置方面都比较齐全 第五款车型是瑞虎8plus 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版本车型也是比较熟悉的 它在市场当中表现也是属于较为不错 这台车整个的外观颜值的设计也是比较家族化 整体变质度比较高 在市场当中有着较好的销售成绩 全系车型在2021年总共拿下12万684的销售成绩 上个月又拿下了5509台的销售量 官方指导价14.59万到16.99万 目前具备一定的优惠 入门的1.6T版本车型 落列大概是在15.6万左右 当然也是具备 昆蓬动力的2.0T涡轮子压发动机的车型 入门的车型在15.1万左右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款车它在动力方面 匹配的都是昆蓬动力的1.6T涡轮子压发动机 7档双离合变动向197匹马力 以及昆蓬动力的2.0T涡轮子压发动机 7档双离合变动向254匹马力动力总成 在动力方面 锐火8PLUS确实不输 而且它定位是一款中线SUV 在车身尺寸以及空间方面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 满足家用是OK的 如果是家用代步的话 个人比较推荐它的1.6T版本车型 毕竟动力方面 已经能够满足我们很多朋友的用车需求了 这几款车型在目前市场当中都具备一定优惠 但是各个地区优惠有所不同而已 基本上都是可以做到15万能够落地的一些车型 而且他们本身在市场当中 比较下都还是属于较为不错的 如果我们有这个方面需求的朋友来说 那么这几款车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